在存储芯片和CPU连接的时候 需要考虑CPU的负载能力、速度匹配、多个存储芯片的选通、读写控制信号等等问题 那我们将多个存储芯片视为一个整体存储器 组存储器和CPU之间通过总线连接 它们之间可以直接地传输数据 接下去我们就分别来讨论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与CPU的连接问题 CPU的地址线的数目决定了整个主存储器空间的寻指范围 因此通常CPU的地址线数目都比存储芯片的地址引脚线数多 在对多个存储芯片进行连续编制的时候 通常将CPU地址线的低位和存储芯片的地址线相连接 而CPU的高位地址作为自扩展的时候的片选信号的一码 变选信号可以在多个存储芯片之间来进行选择 CPU的数据线的条数决定了一次仿存可以读写的最大数据宽度 因此往往也比存储芯片的数据线多 通常我们将CPU的数据线连接到多个进行未扩展的芯片上 使得扩展以后的位数与CPU的数据位线相等 如果CPU的读写命令线和存储芯片的读写控制线都只有一根 并且它们的控制电频信号是一致的 就可以直接相连 那如果CPU的读写命令是分开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分别进行连接 CPU中的仿存信号线 Memory Request 就是用来确定是访问组存还是IO端口 当这个信号为低电频的时候 才选择存储芯片 为高电频的时候呢 就是选择IO端口 CPU和组存之间进行通信的时候 有两种通信方式 一种是异步方式 我们以读操作的过程为例 首先是CPU将仿存地址送到地址线上 组存进行地址译码 选中某一个存储单元 然后CPU发出读命令 等待存储器发回完成的信号 那组存在接收到读命令以后呢 开始从选中的存储单元去读数 读出来以后将数据放到数据总线上 并发出完成的信号给CPU CPU接收到完成信号以后 从数据总线上取数 读操作完成 那写操作的过程是类似的 在整个异步的方式中啊 CPU和存储器通过握手信号 来保证操作先后顺序的正确性 另一种通信的方式是同步方式 CPU和组存是由统一的 时钟信号来控制的 不需要应答握手信号 他们按照约定的时序呢 组存总是在确定的时间内 准备好数据 而CPU在发出地址 和发出读命令以后 也总是在约定的时间 去数据总线上取数 同步的方式比一步更快 所以现代的存储芯片 都支持同步方式 组存空间主要被分为 ROM区和RAM区 其中ROM区用来存放系统程序 标准的子程序等等 那么它是用ROM芯片来构造的 而ROM区呢 用来存放用户的程序 可以随意修改 用ROM芯片来构造 那么我们在选择 存储芯片的类型和数量的时候 需要先根据不同类型程序 存放的空间需求 来确定ROM区和ROM区的地址范围